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府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一些人在他们生活当中 每年他们都有这样非常重要的三个节期 第一个就是一夜节 然后下来就是五旬节 还有珠盆节 在这里圣经说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在高声说 所讲的这个节日是指就是珠盆节 所以珠盆节又叫松长节 还有圣母节 是为了要祝念以色列百姓在离开埃及之后 在旷野飘泊了四十年的期间所居住的帐盆和盆务 而设立的一个节日 所以同时也祝念耶和华 在这期间对所有的犹太人对一些食物上的一种的供养 所以祝盆节也叫犹太的感恩节 所以祝盆节也是在阳历十月次以色列人秋收结束了 是感恩神了一整年的祝福他们的丰收 还有然后祈求 神特别是降下秋雨 春雨的福气 所以在圣经这里写着 节旗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 就指第八天的节旗 所以在前面七天就是他们每天清晨 祭师就会带那些餐里祝盆节的一些会众 然后一起到西罗亚池去取水 所以拿了水去的水之后 他们就到圣殿的祭坛上 把水倒进祭坛的两边有孔的银盆中 让水由银盆的孔孔中能够流出来 所以祝盆节的时候 这取水里跟这个所谓的收成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在拿水取水的时候 他们在过程当中 他们要诵读一些上帝的坏 就是耶稣在三十八节所说的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 他父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耶稣说经上所说的 这是指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 以赛亚先知这样说 所以你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所以我们刚才讨讨到这个讲到 那个取水倒水里是纪念 两百五十万人没有水喝的日子 所以他们在干旱在寸草不生的岩石那边就抱怨了 抱怨是为什么把我们带来死在这里呢 于是摩西呢就用亚如的沾了几打一块的岩石 水便溶流出来了 所以以色列后代的死民纪念这段的晚事呢 如果没有水了 就没有以色列民族 也永远不会有应许之地 所以就没有历史 就是因为神给他们水 所以因此呢 他们每年他们都要以岛水里来纪念这个日子 所以刚才说这段经文呢 也可以看到刚才所讲的 就是在以赛亚先知所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我们可以要从你的救恩的泉源欢然的来取水 所以就让我们看见 这都是以火水 以前沿江河有关系的 那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在第八天就不再倒水了 倒水里倒满了 然后就没有水了 所以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火水的江河 记得我们在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 我们有看到撒玛利亚夫人 撒玛利亚夫人她天天的去取水 去拿水 这水喝了又怎样 还是会渴的 没有了 耶稣就与撒玛利亚夫人谈活水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写作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倒水里倒完了 没有水了 没有了 所以耶稣就很有智慧 就在最后一天水里倒完之后 不会再倒水 耶稣就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镜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火水的江河来 所以首先人要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人要真正的渴 一个不渴的人 你给他水 他是不需要的 因为他不渴 但是仔细想一想 今天全世界的人 有谁不孤肝 有谁不饥饿不渴呢 有的人可到会拼命的往外面去抓 要做许多的东西 来填满他的心 这就是证明我们人是很干渴的 很孤肝的 所以另外一个现象 是人就是渴了 却喜欢喝错东西 所以喜欢加味道 喜欢吃剂 喜欢满足自己的肉体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只有活水的江河 才可以真正的解渴 所以一旦我们很习惯 我们去乱喝水喝错了 就会弄到我们整个属灵的胃口 有问题 所以唯一有问题 我们的健康就会有问题 所以金山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所以经文提到 是主耶稣基督 这样讲到我这里来 就是到主耶稣基督 这里来喝 不是到一个所谓的一个 宗教的一个团体 不是说参加一个活动 更不是说来到教会 交朋友 是要到主这里来 只有主有活水的江河 走错的地方是喝不到的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 外面看起来是信了耶稣 可是它里面却抛着那种宗教的外客 是用事工当满足自己来表现自己 用自己所要的就当满足 又可以自夸 所以大家要真正的明白 所以大家要真正的明白 不是到主这里来的 是没有活水的 是没有活水的 另外更重要的 当道主这里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喝 你必须要喝 你必须要打开你的心 你必须要有一种的科目 你必须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因为是不会有人来强迫你 吃东西 喝东西 所以一个不愿意开口的人 一个不愿意打开心的人 我们都不会 都不能勉强他的 你不是只是来看看 闻一闻或是听一听 而是真的要喝进去 而是真正的要去领受 当你领受之后 就会有三十八戒的一个观景 就是三十八戒 他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真正信的人 就是要不断的去领受 不断的得着 不断的去经历 所以在他里面有一种的 满足还有一种喜乐 阿们 所以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在这里允许我们 那些来到他这里喝的 就是信他的人 不只是要永远不可 并且他们自己要成为全员 是从他们里面流露出生命和 祝福之活水的江河来 去祝福身边的人 去祝福更多人 阿们 所以今天我的讲题 是你也可以得到活水的江河 你可以得到活水的江河 所以经文在一项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一项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到三十九 你可以得到活水的江河 因为耶稣他知道我们人心中的干渴 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人心中的一个干渴 圣经告诉我们 在阶级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坐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在主彭节的最后一天 耶稣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台阶上 所以大声的宣布活水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信息是充满着爱的呼召 真诚的向世人 向每个人发出福音的邀请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了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耶稣向众人发出邀请 耶稣的邀请是很简单 你们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了就可以得着这活水 所以在耶稣的这段经文里面 有三个字我们要特别的需要注意的 就是渴 来 喝 口渴的渴 来 还有喝 圣经说耶稣站在站坐高僧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喝是什么 耶稣用这些全都是用来形容生命的一种的状态 就是无干 完全无力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群绪很低落 我们无人生意很失落的 我们的前途很瞒然 我们看不到我们前面的方向在哪里 最可就是需要 我们人人都需要主 人人都需要主 来是一种的行动 到耶稣的跟前 相信耶稣 喝是一个领受 最主要 只要你诚心的接受就可以得着的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得着圣灵 我们没有圣灵 我们心灵就会干渴 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肯求主 并且喝下祂所吃下来的活水 如果我们喝错了水 就解不了了渴 比如说在耶稣福音地势上 刚才我们讨论过的 那个撒玛利亚夫人 圣经用她独自的在正午 出来打水 来描述她心灵的一个所谓干渴 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 她是一个 有过五个丈夫的夫人 她现在有的男人 还是别人的丈夫 这说明了她把丈夫当作 解渴的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了 还要再渴 所以若不是真正的活水 人只有越喝越干渴 所以因此世上每个人 都是很干渴的人 所以来 是一种的行动 来到耶稣的跟前 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只有她 才是活水的前沿 为什么我们会干渴呢 因为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个很干渴的人生 我们人生之所以会干渴呢 就是会渴 就是因为万事都不能满足我们 不能长久的 所以主耶稣来呢 就要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喝是领受 只要我们诚心去接受 就可以得着了 因为圣经这样说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所以我们除了这种渴来之外呢 还要渴 所以这里说要得到活水呢 需要有三个条件 也就是说来 来信耶稣 信了你就会干墙 才能用出水来 然后第二呢 要干渴 我们真正的感到 感觉到我们呢 有需要 我们才能喝倒 第三 你要喝 你喝就是你领受得到 你领受得到 但是 主耶稣所吃下的水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因此我们要喝 就是要接受 乃是祂的话 因为阿摩西书 阿摩圣经他这样说 人饥饿了 非因无病 干渴了 非因无水 来因不听耶华的话 若是生命没有主耶稣的生命 若生命没有神的话 即使我们一直吃饼 一直喝水 依然我们会觉得饥饿 但是你不要喝错水 也不要去追求破裂的 不能存水的一种的辞职 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 这里说不要追求破裂的 不能存水的辞职 到底是指什么 因为耶利米先知 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是 因为以色列人 因着离弃神的话 一种活水的前沿就转向神以外的一种的源头 然后以色列人就堕落了 所以只有神的话 才是我们生命的活水 所以圣经 神的话就是圣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的本书虽然有 四十多位不同的背景的作者而写的 所以写作的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 但是每一件书的中心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并且从未改根做过的 圣经有和很多人所说的道理 认为是有价值的一种的言论 是与其他宗教的经典点书最大的不同 因为在于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 圣经还告诉我们给我们做成的力量 所以跟其他所谓的一些经典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他就说 我得着你的原理就当食物吃了 所以神的话不是所谓的白纸黑纸 更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让我们吃了我们就有力量 能够行走天路 并且我们心中能够欢喜快乐的 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我的人 就如今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已经得到这个活水了 所以我们就很喜欢传福音 所以不只是满足我们 我们还愿意别人得到满足 所以无论你是寻求什么的 都会让你觉得我们的心里会干渴 但是当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他保证说呢 信我的人永远不可 所以你可以得着活水的江河呢 知道耶稣知道人心中的干渴 而你要相信 所以相信的人呢 必能领受活水的江河 相信的人呢 必能领受活水的江河 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人 就如今上所说的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个腹中就是指基督的生命 所以喝水是用嘴来喝 但是生命的活水怎么喝呢 耶稣就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就是要信 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是因信而被成立 因信是什么意思 就是借做信心 通过信心 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做什么 所以主耶稣基督 要我们有信心来喝生命的活水 水一定要喝下去 进入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除我们的干渴 这只是一种的闪失一下 却没有真的喝下去 这水呢 对我们的身体呢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益处 所以生命的活水也是如此 我们人要真正的接受 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在圣经中有记载 所以有一些人虽然 他蒙受主的恩典 却始终没有在救恩里有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 领受生命的活水 只是长长一样而已 所以西班牙书作者在第六章 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官 他讲过天恩的智慧 由于圣灵有份 并讲过神圣道的智慧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的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的懊悔的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西班牙书作者都在经文 评论说一个人得救以后就会灭亡 所以经文的意思就是 指那些已经产生过主恩的 也曾经听到过主话 而内心受过一丝一丝的感动的人 却没有追踪了 没有去接受主的救恩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做一个 所谓麻麻糊糊 那个明明糊糊 糊里糊得的一个教徒 什么叫教徒 所以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 叫他来 他才会来 不叫他来 他不来 真人的教徒 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的里面是没有真正的主的生命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所谓来信靠耶稣 所以信我的人必得到获取 所以条件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祂是神的儿子 所以相信他是米赛亚是基督 所以各位你相信耶稣什么 你相信耶稣是因为相信耶稣帮助你 对 耶稣能够帮助你 耶稣也可以帮助我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很多的神明也能够帮助你 很多很多的团体也能够帮助你 很多很多的人也可以帮助你 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信耶稣基督信什么 可能我们是说因为他可以依止我 因为耶稣他可以让我不会难过 因为信了他 他可以解决我的债务 信了他 他可以拯救我的婚礼 信了他可以让我 所谓的我身体能够健健康康 信了他我们可以得到 很多很多需要的一种的供应 各位 信耶稣不是这样 我们信耶稣是信什么 我们要信耶稣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保血 要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保血 相信他的保血是什么 是因为你不够血 就是他的血来出一点点给你 是因为你不够血 你贫血就给你一点点血 不死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是他成为我们世人 世界上每个人的挽回血 所以他成为我们全世界人类的 待罪高扬 他代替你 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保血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来承担我们所有世人的过犯 罪利羞耻 暖落 以及我们的罪恶 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所以有一首歌就是说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终最多洗清洁 为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所以弟兄姐妹 信是信之歌 相信耶稣基督 他是你和我和全世界人类的挽回忌 什么叫挽回忌 是他的爱 是他的爱把我们拉上来的 是他的爱把你拯救回来了 拉回来了 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种的生命 要让我们能够领受那样的身份 就是要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你相信耶稣 你信什么 所以各位你不要信错 你一开始信错的时候 你下来你就信了糊里糊涂 你不是基督徒 你是糊里糊涂 你信了你没有根没有基 所以你要信耶稣是一个重要点 那个关键点不难的话 如果你信的不清不楚的话 另外一些所谓神明或是一些人 也可以取代的 或是有些人也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你今天有难处的话 比如说你去读马赌书了 你欠了整十千十万的时候 耶稣没有给你 但是有些人给你 但是另外有些神明给你 有些团体给你 你明天你就会去信他了 所以各位这只是解决你表面的一个问题 而没有真正的解决你生命的一种的 里面的问题 没有解决你生命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问题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讲到晚会节 是带罪的羔羊 带罪的耶稣基督他无罪的 他无辜的 而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死 代替我承担我的罪 我的过去做的都是错的 我过去所做的 我丢了我的家人的脸 我是很赞很败话 但是是耶稣基督的死 替我担担 我本来是该死的 被毁灭的 我是该死在罪恶当中 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代替我承担一切 所以各位 我们要信是信这个 是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 是信耶稣基督的挽回祭 Amen 所以能要得到上帝 所赐的生命的活水 我们就需要很真实的信心 且能够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讲到信心 有时候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信心生活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牺牲的 我们知道他是神的赎罪高原 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信仁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这些知道只是死的一种的知识 对我毫无意义的 好像我知道我银行里有存款 但是如果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去银行提款的话 我乃是不明一文的简直什么都没有用 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就成为一个死的户口 所以我学到这个功课 单单知道 耶稣的救恩并不足以使救人变成新人 唯有活在信心当中 并且采取行众替打信心的战 他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在这里 圣经接着约翰记载告诉我们 他说 儿主所说的要流出活许的江河来 这乃是指那些信他的人 又领受圣灵的人 将要得着聘流露出那无限丰盛的生命来 所以圣灵就是在我们心中活血的源头 远远不断的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服侍众人的一种的动力 也是我们服侍能力的来源 祂就露体 我们人很软 所以我们不是依靠私利 不是依靠才能 哪可以依靠神的灵翻人成事 所以在上十九节 耶稣这样说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吃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要注意的 不是没有圣灵 所以不要读成以前没有圣灵 后来才有 所以当时圣灵还没有吃下 因为耶稣上还没有得到荣耀 所以就是说还没有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看定十字架是一个荣耀 所以这里说圣灵还没有来是指什么 所以圣灵祂是上位一己的第三个位格 本来就是存在 还没有来是什么意思 还没有来的意思就是不是指圣灵没有在地上 而是指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在信的人心里 所以在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了 圣灵也会降临在人的心中 不过旧约时代是局部的一种的降临 或者说降临在某些人特定人的心中 比如说在先知信中 有时候在国王的信中是局部信的 所以我们看到信约圣经的时候 当耶稣就他受难复活圣天之后 在《使律寻传》第二章就记载了五十节圣灵降临的记录 那一次圣灵降临是普遍性的降临在所有信主人的心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律寻传》的记载 在绝书他升天以后五十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充满了聚会的门徒说起别国的话 所以彼得和是一个使律的大胆的爱讲道 《使律寻传》 传辟做见证 而且神的道新换出来了 所以一汉福音在这里所说的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意思 是指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圣天 还没有发生五十节圣灵普遍降临这件事情之前 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对他来说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得到荣耀的时候 圣灵就赐下来了 所以的确是如此 因为耶稣也说我不去 圣灵就不会来 所以圣灵宝贵师就是圣灵他就不会来 那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所谓的 赐序的一个问题 赐序是什么 所以耶稣他要先怎么样的在地上得荣耀 指的就是他要受死复活圣天 然后圣灵才能会普遍的来降临 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得到荣耀这个时间点 就关系到圣灵什么时候降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否得荣耀就成为圣灵降临的一个关键性 所以在这里说人子要从他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这句话 所以耶稣福音这里是指着圣灵所说 因为活水江河的源头是指着耶稣基督从他腹中 他就会带来圣灵如同活水一般的一个工作 所以颜头呢 这能力的源头就是从主耶稣来的 意思是说 因为耶稣他受死 他复活他升天了 于是才派圣灵宝贵师来到 所以普遍的降临在我们信徒的心中 所以能够活出江河的一个源头 所以在这里是指着圣灵和基督耶稣 来到我们人心的那个时间性 所以了解了这一点呢 那今天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老早已经是圣灵普遍降临之后的时代 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从耶稣的基督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福分呢 我们现在这时代的每个基督徒呢 都能去经历 都能去享受 这是主给我们每个现在的基督徒呢 奇妙的一个恩典 阿们 所以作为子耶稣 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圣灵充满的人生 不要靠自己 我们要仰望上帝 我们靠圣灵所持的智慧能力 尽自己的本分 永生一人 所以我深深的盼望和祷告 我们教会中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被主的圣灵来充满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种圣灵活水的管道 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因此呢 你和我呢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这个非常的时期当中 让我们给家庭 给我们的领居 我们的家会社区 以及我们的国家带来祝福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将圣灵赐下给我们 我们可慕被圣灵来充满 求圣灵活水大大的浇灌在充满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使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的涌流出去 使我们腹中流出去活水的江河来 使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 能够为主来做见证 能够去服侍人 能够更爱人 更爱你 使我们感恩 祷告 祈求 使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圣明而求的 阿们